又回到每個星期你最期待的Game Hub 上星期出現Elden Ring 新聞後 有一系列朋友都報了不少相關的搞笑新聞給我 不如今個星期又同大家分享 再同大家看看在香港買不到Stim的情況下 在網上不同的試用新聞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三同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界八卦花生新聞 而星期六就會同你看看那個星期的不同遊戲界資訊為消息 如果喜歡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Hey guys, I have some news for you 最近有不少的新聞都是關於Elden Ring 其實大家都知道 只要在遊戲世界上 你的遊戲有一定知名度 世界各地就會有不同的國家又或者團隊 令你的遊戲以次創作 變成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作品 Elden Ring 在世界各地都有著如此顯著的成功 當然都不例外 在外帶的中國就有一款全新的手機遊戲免費 這款名為艾爾登環的遊戲作品 由Guillian Cloud Network開發 宣傳圖上就有著一大堆跟Elden Ring一樣 為止類似的圖片 遊戲還加入了超大地圖、廣闊世界、風景餘畫、探索黑暗等等的字眼來宣傳 基本上如果你有玩過原作的話 你腦裡都會有一定的Picture和Imagination 不過遊戲玩上去又是不是那回事呢? 有人就玩過了 入到去都跟其他中國式的手遊RPG一樣 雖然這樣講有機會得罪不同的廠商爸爸 但這段V.O我就免費free給那間公司了 全新的阿姨登環 由宮崎英都正版授權 立即預約還送你SSR戰恢 我講笑而已 這遊戲都被人落架了 要成功與其抄人的話 都不如靠自己努力吧 講到致富密碼 又不一定要抄的 有時候適當利用天使、地利、人和 你一樣可以致富 我們小時候零用錢不多 又不是每個人家都有遊戲機 有時候去到不同的地方或店舖 總是有些非常聰明的老闆 會放一部家庭主機出來 讓你輕輕體驗幾分鐘收一定的價錢 亦都會有老闆因應遊戲的生命數 即是一元一個款而收你錢 沒想過去到2022年 這個看來好像不是好賺錢的地方 搖身一變會變成了店舖的致富密碼 在台灣高雄的一個炸雞檔攤 有傳有個老闆就以10元一條命台幣 給小朋友和年輕人好好體驗一下 這個艾爾登法玩 以前遊戲就像越南大戰一樣 如果你好運又或者技術好 幾元你可以玩很久 但Elder Ring 我只能夠說就是 退色者歡迎你來到現實的世界 不過一條命10元都是網上傳聞 記者在採訪的時候 老闆就說這個只是一個玩笑 實際上沒有收到小朋友任何費用 如果說真的要收10元一條命 就算是台幣也好 老闆如果不升角色 你下下將你的角色放到大佬前面 如果真的夠多客人的話 其實他真的連炸雞都不用買都可以發達 說起Elder Ring 外國就有人請假打機 又或者公司有Elder Ring 亦都有人會自製假期在家打機 但又這樣說 又不是每個上司又或者HR都會批你打機價 以下下來的就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如果你有看大叔打機直播的話 你可能會聽過 這個故事其實正正就是發生在香港的某一間公司 事員有一位員工就同公司申請work from home 你都知道香港人又或者做民職的 你都不會陌生 work from home 你可以在家裡工作 始終疫情期間 大家都會覺出其謀減低被感染的風險 公司受到通知之後 亦都批准這個員工的申請 在家工作其實都幾講自律 始終沒有人看到你做些甚麼 你亦都不會share你家電腦的使用紀錄給老闆 但世事往往就是這麼奇妙 如果你又玩時下的遊戲 你都應該會知道 不同的平台其實都有一個成就系統 當你達成一等的成就之後 系統就會有pop up 告訴你你已經成功度過某些難關 但成就系統除了會向你匯報之外 亦都會跟你的friend 說 讓他們可以祝賀一下你 但可惜的就是 work from home 的時候 這個系統分分鐘會變成告發你的一個懸空 這位work from home 的同事 正正就是因為打低了一網 在公司同事之間的steam 突然間彈了一些提示出來 而這個提示很快就被人cap了頭 放了上公司的群組 而這位被告發了的同事 放心沒有被炒 但扣大家就真的跑不掉了 這個故事教訓大家 如果你要work from home 打機的話 首先你要關掉朋友之間的提示 還要留意你朋友清單中有否有些高度危險的人物 好 說完Elden Ring 了 不如說下另外一樣 這兩個星期很多人提的東西 Steam Deck 你可以理解為一部手提的PC 玩家就可以在上面玩到不同的Steam遊戲 當中你亦可以用一個自家 像Windows 系統 讓玩家又或者使用者可以進入到不同的程式 這部Steam Deck 暫時就沒辦法在香港買到行貨 所以我就沒辦法跟大家開箱 有很多人都拿這部機當PC 用 亦都會在Steam OS 上裝一些模擬器 讓自己玩一些不同的經典作品 模擬器本身就不算辦法 但如果你玩道版遊戲的話 就會觸及到法律的層面 一些舊的主機又或者一些舊的公司 未必會向你追討 但如果是一些今時今日都仲健在 又或者部機依然還在買的熱門主機的話 他們的法務部就一定會開工 沒錯 我當然是講任天堂 在Youtube 上都有些教大家用模擬器 去玩Switch 遊戲的影片 可能是因為最近Steam Deck 大熱 令到有關影片再次成為話題 任天堂的法務部當然就開工 將Youtube 上無論是Switch 也好 V 也好 等等有關模擬器的影片都通通下架 雖然任天堂法務部做事是很快 但有時只要不是太過份 有時異創 又或者相關的影片都應該不會被人落架 應該希望這次我們條件沒事 最近大作有很多 有很多人都慢慢習慣了 每個星期都應該有隻大作可以讓你玩到 如果你本身有留意開遊戲界的話 其實上個星期還有另一隻遊戲推出過 他就是巴比倫德穩樂 他有著白金工作室和Squarenex共同開發 但出來的效果如何? 就好像不是太理想了 遊戲畫面不是太好 玩法單壓 地圖重複 你想得到的問題他都好像有份 推出之後更加在Metacredit 玩家群組得到2分的高分 我自己就沒有玩這隻遊戲 如果你想自己feel一下 我建議你自己買吧 這遊戲差是不是代表官方會直接放棄它呢? 那又不是的 起碼官方沒有這樣做 反而就是出了一封問卷 問問玩家 哎呀你覺得我們怎樣改這遊戲 你才會推介這遊戲給你的朋友玩呢? 喂喂 你們會不會直接了少少呢? 唉 不過又這樣講啦 起碼肯改嘛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買到巴比倫的話 不如你去comment 跟我們講一講 到底這遊戲有多好玩呢? 我知大家都很關心中國的是不是? 因為你可能會知道 最近香港人在中國就好像不太受歡迎 說我們將病毒混入中國 那很多人都說無所謂 我就難 最起碼是甚麼 就是我們這些年輕人還可以打機 中國的未成年網路使用法 似乎最近又有新法規 昨天就在南華早報道有報道 中國正在草擬最新的未成年網路保護法案 當中就提到中國未成年人對網路的普及率已經到95% 雖然網路可以拓展到年輕人的學習和生活空間 但亦有可能成為罪惡和不良資訊的溫床 所以今次改例就是為了改善未成年人的網路受養 資訊內容形式、保護未成年人的個人資訊 再加上預防及控管未成年人網路成人的問題 今次亦會針對網路80新增了一系列的對應措施 包括當事人又或其監控人 有權要求提供網路服務又或產品的一方 查了人家的帳戶 即是只要你在網上被串完 你可以把你媽媽出來的帳戶 我看到已經一頭問好了 我都非常期待如果未來實施的話 中國方面未成年人到底會怎樣用自己老爸老母 去電了一個串自己的人的帳戶 我就等食花生了 又到最後一圖一花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Netflix動畫奧術呢? 它就是英雄聯盟動畫故事 今個星期它就在安尼獎上 9個提名全部掃走 而拳頭蛇亦都宣布將會入股負責製作動畫工作室 Vortage Production 而另一宗新聞是關於昨晚的Mon Hunt直播 放心半個鐘頭的直播我幫你看完 裡面有些甚麼? 就是Sun Break暫時有四條新龍 一個地圖 WOW 而Rise 方面亦有13GB更新 WOW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沒有了 讓你看一看昨晚Check Room 大家的反應 不知13GB有多少貼圖呢? 今集的Game Hub 就來到這裡 喜歡的請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在網上見到甚麼有趣的資訊都可以PM我 我是希治閣 我們下集的節目再見 拜拜